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FilmLab课堂的环节 这堂课是关于电影剪接的,我们邀请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电影剪接师Mary Stephen和我们分享 Mary是法国新郎朝导演伊力龙马的御用剪接师 也有为很多华语的作品,例如《名誉几时有》、《旁舞派3》等等剪接 这个时候我将时间交给Mary做分享 大家好,我今天会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剪接所谓的行业里面的一些心得 这样我将会用广东话来说,但是很多时候会聘入英文的 这样我要掌握的东西是很多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像《show and tell》 这样就给你们看很多例子,或者可以不只是说技术上的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个所谓《creative editor》 就是有创作性的剪接师呢,是很需要知道创作方面那个process 就是一个creative process的东西的东西的 所以我会讲的时候,不只是说技术上的东西 也都是会讲,就是我自己的creative process是怎样的 是,那又我就会看着自己的notes 我的notes是用英文来写的,所以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自己翻译的 很多人都知道,我有整二十多年,都是三十年 是多数是associated with 法国新浪潮的位大师 Eric Romer 的电影的 但是呢,在最近十五年呢,是比较多是展是国地 但是多数是亚洲的年轻导演,但又是多数是第一或者是第二部电影的 也都有当然是跟Veteran 的比较experienced的导演合作 也都是他们有些导演是approach过我的 但是你们或者是最熟悉的就是海岸华 这样,很多时候呢,就是会都是展所谓的那些叫做creative documentary 就是一个作者是特别是有自己的风格的的记录片 那这些记录片是值得说的,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记录片呢,他们的结构方面呢 是跟故事片的那个process 虽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creative documentary呢 是創作方面是很有意思的 那还有,故事怎样是砌成呢? 是对我们的故事片的創作呢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举例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两个例子呢 是在这些所谓creative documentary里面举出来的 但是我相信都是对你们是有益的 那当然呢,我想先说的呢,就是 因为我所谓就是所谓的 French New Wave的Master Eric Grommer 很多年轻的导演或者是年轻人呢 或者是会想,哇,Eric Grommer是很古老的了 就是这个是不是很慢的 又很intellectual 又很... 我想到很厉害的那种思想派的导演呢? 但是呢,我觉得呢 就是我将会是会说的了 就是我所有在现在的剪接的心得呢 都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二十几年 和Eric Grommer剪片的时候 是得回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其实你如果是再看看 Eric Grommer的电影呢 就会知道它其实不是那么慢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剪接方面呢 就是从来都是剪得很sharp的 那就不会有什么是留住在那里 就是一个一场的重要的地方 过了,还在那里一直拖下去 不会的 这样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 也都是要再说到 不要忘记呢 就是法国新洛潮是 是影响了很多世界各地 现在的电影的 例如是美国的电影 或者是 当然是日本、韓国的电影 或者是亚洲各地 很多的电影都是在法国 都是被法国新洛潮的导演是影响过的 而且都不要忘记呢 就是他们那时候的风格呢 是十分之有趣 以及十分之 playful 就是很坏平的 很多时候 现在的电影反而还变了十分之严肃的 所以这些是要看回 将自己的眼光 再放大一些 看回一些电影的历史 各种不同的电影 这个可能是第一步是要强调的 好 我在这个 我还没讲课之前 是主持的人 主持的各位 曾经给过我一些 就是观众常常都会有问的问题 所以我就是将我的课程有点 就是 是 向这些问题 我希望就可以在课程里面 已经提出这几个问题 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问 一个剪接师是什么时候 是 什么时候是 什么时候是 即是 即是开始工作的 那我就会常常都说 就是很多时候 现在是 现在的production 很多是想 就是剪接 当然是你要拍了之后 你才可以有得剪 这样就会是 剪接师是会是 就是剪 就是拍完之后 这样才会 come on board 或者是 好像现在的production 很多就会有一个onset editor 就在这一路拍一路剪 这样的 但是我会跟大家讲 我多数participate的电影 我是在剪本的部分的时候 已经是join in的了 这个其实是很有理由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件事 你如果是剪本 即剪本不够的时候想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把剪本的组织 结构等等 最好就是最多时候想清楚 把所有的结构方面的东西 可以完整一些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剪接师 会在这个时候 是有用的呢 因为我们是最后的时候 是拿到那些 你们拍了的东西 才来剪 到时就是 你没有拍 我什么样的奇迹 都是不做出来的 就是小小的奇迹 或者做到 但是大的奇迹 是做不到的 所以其实是 你的电影的 你的剪本的结构 是十分之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都是强调 强调再强调 就是剪本的结构 就是剪本的结构 和准备的时间 是要充足你的剪接的时候 才不会是一种意外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现在是 靠着一些重拍 或者是到时剪接的时候 才来救 那这个 这种的心理是十分之不妥的 而且是会浪费的 所以我就已经是 开始在这里 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想十多年前 我有一段时间 她常常都是在土耳其 帮助她们年轻导演剪片的 其中有一位 叫做Seren Yujei 就是那一年 就是她第一部电影 她就 然后那部电影 拿到威尼斯 居然拿到 《Golden Lion for the Future》 就是第一部电影 就是给她第一部电影的 就是给她拿了那个奖 但是我《Come on board》的时候 就是她已经写了个剧本 而且就是已经是将个 她的剧本是分成两部份的 一部份是冬天 一部份是夏天的 然后就是 我《Come on board》的时候 就是因为加拿大的 多伦多电影节的总理 那时候 她就经过看了个《Rough Cut》 就说 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的话 如果我参与是好事 这个《Rough Cut》 但是其实《Rough Cut》 就只是一部份 就是 只是冬天的部份 那夏天的部份 是完全没拍的 那我就拿了个剧本 回来看 那剧本就是 前面那15页 就是夏天的 就是夏天的 这个《Rough Cut》 那我一看了之后 这个故事就是 讲一个年轻人 他怎样是 他爸爸是一种 叫做怎样说 就是很独裁的一种 一个人 这样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反叛的 这个年轻男孩子 但是始终 就是电影的故事 下去的时候 就会知道 他慢慢慢慢 其实是变成了 他爸爸一样的 那样 所以 开始那15分钟 就是讲 他童年的回忆 就是很多细节 就是怎样去上 Karate的class等等等等 但我看完了 他冬天那一部份 整个故事的结构之后 就觉得你如果是 开头用15分钟 是来讲这样的东西 你就会把整个电影 是变成了 鬆了 那样 所以其实 已经 之后是讲得很清楚的了 那我就建议给他们 就是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序 做一个prolog 就是我这里讲到的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我很喜欢换一个序 那就是 就是 你就 只在这个prolog里面 你如果是 可以将重要的人物 是做一场戏 或者几场戏 两场戏等等 是将他人物之间的dynamic 那些关系 讲得清清楚楚 你就会知道 就是所谓三岁定八十 就是你同龄的东西 是会影响你将来的整个故事的 那结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做 就变成了 开头的几分钟 就是一个prolog 然后就进去 全个气肉里面了 那这样 为什么说 这个会省钱呢 当然 那些producer 十分之高兴 这个是一个独立电影 就是 开头 就是如果是十五分钟 就是要拍十五分钟的东西 就是好几天的拍摄 那现在 现在那几分钟呢 就是 当然是 budget方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说 要看又再看又再看 怎样是将一个 一个 一个剧本写好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现在先给你们看看 这个 这部电影的 开头那几分钟 就是 结果是造成了一个 怎样的序 为什么我说这个序 是会 就是 sum up 了他们的 故事的 的 foundation 是 好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unun ne iş var bugün burada bu hafta böyle oldu işte başka günü yoktur Mert'ciğim yapma Mert kan onun adı Mert'ciğim değil arkadaş money bu hafta bu hafta bu hafta buait kimerim buah buh decides 我解釋一下,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一幕 是我們之後,他們整個主要的Ralf Cut做好之後 我才幫他們砌出來的 裡面是說什麼呢? 你的故事叫家庭故事的爸爸媽媽和兒子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肥肥的小朋友 當然是受他的爸爸壓迫得很厲害的 家裡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博人 這個博人就是那些所謂叫做Kurdish的人 就是在土耳其的社會裡面是一種低層的人 但是你看到他從小到大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朋友已經是有一種 也都是他自己受壓迫 又壓迫別人的 壓迫給他弱一點的人的這樣的行為 所以這個好一點的事情 就是已經將整個家庭裡面的dynamic 已經是表示了出來 然後就一路再下去 我一會兒就會和你們再分享一個 另外一個clips的電影裡面 就是描述另外一個項目的 這個clips也是描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序 很多時候我是在creative documentary裡面 就是會用一個序的所謂prolog 這個是值得說一說的 我很快速的和你們說一說 就是當然是故事片 就是比較少一些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就是少一些需要用一個 就是我自己去砌個序出來 因為多數已經是劇本上面的結構已經做好了 但是很多時候在creative documentary裡面 我很多時候是會加一個序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序 好像你要進一間房子 人家會給你一條鎖匙 那條鎖匙未必一定是開大門的 可能是開一個側的門的 但是那個序未必一定不是一個trailer 不是一個電影裡面陷阱都是已經有的東西 可能是一種mood 一個atmosphere 或者是一種東西 總之是一種東西是使你進入電影裡面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想想的 尤其是有些比較困難的電影 你可以先想想一個序的 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用的技術 現在回頭說回一個剪接師 是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的 我剛才說到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有一個onset editor 或者是一個assistant 是先做一個assembly的 所謂一個政治 就是未到rough cut 但是將那些所有已經是可能砌的東西 砌了出來的 我經常都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進了所謂digital age 就是已經是 所入的東西是很容易得到的 就是所謂camera等等等等 editing software等等 就是其實是很accessible的 很容易就是可以去拍片 可以去剪片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越容易去拍片 越容易去剪片 反而是多了一個 就是要判斷的那個 安全的方法 就是是在onset已经做過editor 就是make sure you can cut together 所以說回來,我們現在很重視重視重拍 或者是如何遮蓋每個角度,這樣可以看不看,就確定它切成 所以我們仍然是要再說一次,劇本的結構和準備 這三件事是需要多多點功夫的,而不是基於所有的技術 或者是onset editor,或者是同拍等等的東西 講到這裏,我會分享一些我自己剪接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我會有什麼是guiding principle 但是這個guiding principle,不是每一部片,每一次剪接 都是跟著這些東西去走的 但是這個就好像一個算命那些,或者是水晶球等等 就是你依賴著這幾樣東西,就是自己的心裏面可以有一種準備的 我第一個 principle,就是很多時候是Eric Gromer留給我的 就是一種我叫做 clarity,就是明顯的,就是明確的,明確性 就是,為什麼呢?就是,就是,它會經常在剪接的時候 會經常問,觀眾明白嗎?你想一下這場戲,觀眾會不會明白 是不是帶著這個故事 forward,是不是向前走呢? 是不是這場戲是不是有用的呢? 是不是使我們的故事向前走,而且加多一些東西下去,讓我們明白多一些東西呢? 所以這個明確性是很重要的,你每一個,每一個second 你要問一下自己這場戲是不是明確呢? 就是對於觀眾來說,他們明不明白呢? 但是當然,我這裡要說回頭就是,當然有些戲是 是特意讓人看不明白的,是不是?有些地方 所以,但是你這裡看不明白的地方呢? 你的導演或者是你的剪接師,你自己要明白的 你自己要明白,這場戲是特意讓他們看不明白的 但是你如果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就是,每個人都不清楚了 那麼第二件事呢,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場戲剪了出來,你想要再看一次的時候,你要避免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場戲是平平穩穩的,全部都給你了 但是呢,就是很平淡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剪接的時候呢,你真的剪了片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超過這個點,就是需要玩一個是不平淡的效果 就是怎樣可以將一場戲,就是怎樣進去,怎樣轉它 讓它有一個特色的 第三點呢,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那個flow,所以我們常常講那個flow 就是講那個節奏 那你如果做到前兩點東西呢,你的節奏自然會出來的了 就是有一種是比較很smooth的 就是不只是說舒服,就是一種比較 我常常講的elegant 或者是因為我去法國長大 所以有一種很elegant 有一種優美的節奏 但是不是說喊冷都是flow得很舒服 而就算是很jacket的,很rough的時候呢 但是也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那個flow呢,那個節奏感呢 就是要慢慢慢慢地做了很多之後才會做出來的 我先讓你們再看看一些例子 然後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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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翻回來再說 有三件事呢,我覺得是可以當作一個展接師的訓練的 我給你們看一些例子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就是一個細節 然後到一個再想過的一個最後一切的分別 是個過程是怎樣的 我有三個很簡單的例子很短的例子 也都是一部土耳其製造的電影 其實就是一部Omnibus的電影 有六七個導演完成一部電影 那六七個導演都是在那個區域有名的導演 那這一部我要給大家看的就是特別一個 是希臘的導演叫做Sturgio Liciris 他的電影叫做Half Moon Strangers 其實就是那部Omnibus的電影叫做Do Not Forget Me Istanbul 就是全部都是伊士丹布的故事 那這個小短片就是其實講一個伊士丹布的家庭 一個守寡的年輕女人 那他就家裡的丈夫沒有了 有一個兒子和他的母親一起生活的 那就是一天都不見人這樣 那有一個希臘的人就來了找他們 原來他以前是和這個家庭的其中一個 member 是一起做生意的 那就被這個土耳其的這個人就握了 那他所以就來追債的 那這樣就然後那個mother-in-law 那我就看到有一個獨生男人這樣衝進來 那這樣就是可能是對我多得了 是有益的 那於是就想把他們兩個平衡 那所以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我就想先給你們看 那我會兩個影片一起放的 那這樣第一個影片就是會是那個 我的助手和我的導演一起 合併了一個先合併了一個 assembly rough cut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影片就是沒有字幕的 然後我就會放一個final cut的影片 就讓你們看了兩幕是有什麼分別的 那第一幕就是他這個 那這個男人第一次進來這個家 那剛剛那個mother-in-law就是和一班 年紀大一點的女人在那裡煮咖啡、喝咖啡 那就說起這個年輕女士就說 這個人在希臘來了 但是他就沒有錢去住旅館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呢 那這個老一些的女人就會說 說伊士丹堡以前就是各種的民族 都是住在一起 而且是很開心地住在一起的 但是這個已經是另外一個時候了 另外一個時代了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我就現在就把這兩個影片給你們先看一下 謝謝 俊茶 许 六 Adama 去哈哈 我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們 我們都可以做的 很開心 很開心 好 你覺得 要吃咖啡嗎 是的 現在是第二版 就是有節目的 就是同一個線 但是已經是做完了的 然後我就會跟你們解釋為什麼這樣做 最近很關於火 sair的火間都要吃到了 三叫夏? 五叫 9喬斯 讓你的火間就 naar four車석了 大어를願意煮 這個廊多久要似到凌 Стoyista 大法會偏行 那麼的話是運計公司 從梁 Гitter ノ 那咱咒在這 花列フ 我会吃个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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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的朋友们有这个地方有我们的朋友们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不过 我会说 我可以和你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将它改剪了的就是全部就是将合兰都是concentrate on the close up 第二件事就是我刚才再说一次的就是 就是加上一句就是这个Ruff Cut的时候 他将那个年老的女人的所有重要的谈论说完之后就cut了 但是就没有看到所以另外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很重要的 展示师很重要的就是需要你的material 你要每一个长期就是重要的那些东西 你要由头看到底 要由他开始讲action 未action之前就已经看了 即是那个Rushes 你已经是导演未叫action之前 你要看看那些人 那些演员在做东西 一直看到那个导演叫cut 因为很多时候是之前和之后 或者是有一秒钟的东西是可以用得的 而且是十分之好用的 在这个情况就是assistant 就是我的assistant editor 他就是所有的information 所有的information 所有的information 都被剪掉了 但是他最后那一句 说那个年老的女人说anyway 这一句呢 他就是扔掉了 但是其实这一句呢就是 就是你很明白是这个年老的女人的心态 就是好像有一种regrat 他就会就是望到其他地方 就是有一种很吵畅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十分之重要 所以就加了下去之后呢 我觉得是不需要放开转头 又说要煮咖啡 又什么什么 直接去到那个咖啡那里 已经是可以的了 是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clips 第二个呢就是同一个 同一场 那就是这个希腊男人来到的时候呢 就是 看到那个 走去见那个shop 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 那时候是做一个shop 那样做那个shop 就是 他走去看 就看到已经是一支东西被人搬走了 那刚刚呢就是这个 这个女孩子 就是这个女士 就刚刚去到这个前面 就和他的儿子一起走过 就是这个shop 是他的brother in law 就是他去小祖的丈夫的弟弟做的 那样 所以就是言语不通 这样的发展 但这里会看看第一幕呢就是 是 是 是我的assistant 剪了 就是 怎样 先怎样剪法 等下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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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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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uys are barely tight For Full Cuts Final Cut Anne Ne yapacağız Bir şey yapmamız lazım Adam kaçtı mı şimdi Bir şey yapmamız lazım Hocam İnanın malarını alınmaya geldi Hasan nerede Ne yapıyorsun Bıraksana oğlum Bıraksana Bırak dur Bıraksana Bıraktır Çok Bıraksana Bıraksana Bona Y приготов 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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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 Bana Ba Bana Bana Neben imizi Bana Bana прекрас Bana Bana Tat Bana A Bana Bana OK 我說回頭 我就是在這裡開始 我就是concentrate 都是用close-up的 因為這樣就緊湊了很多 就是緊張了很多 這樣就是越來越快的 你看到節奏是越來越快的 就是cross-cut得很快 這樣然後它走了之後 這裡繼續是大close-up的 這裡才鬆開 這樣其實我就是 將它中間rough-cut那裡 那個男人看一看shop 等等 那些小節我這麼難拿走了 為什麼呢? 這部電影之前已經是有一幕 已經看到那個店裡面的樣子 所以不需要再看 我覺得這場戲比較重要 就是在中間那裡 緊湊和緊張 要做到這個表演出來的 那現在給你們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影片就是 當然這個 尤其是這個母親很聰明的 就是說這個男人不需要去旅館 總之在我們 不如在我們家裡 有間免費房間給他住 讓他住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到早上那個男人 在起床的時候 就是醒的時候 就聽見這個年輕女士 在外面 有隻小鳥進來 就在那裡追那個小鳥 就追出去 這個就是其實這個電影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所謂 love scene 就是一個romantic scene 然後那個 OK 我先給你們看那個rough cut 好 有馬上 要是嗎 對 有馬上 大人 然後 在這裏 有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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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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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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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discovery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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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好 喔pa 那都好 好,我再說一說 為什麼加些東西進去? 因為其中有一個主辦的各位給我的概念就是 有些觀眾是想知道的就是愛情故事是怎樣 有什麼所謂技術之類 但是我想我喜歡的辦法就是不是所謂技術 這些光崩烈烈的技術來的就是細節 就是要把每一場戲的細節很輕微的東西 都是會注意到而加下去的 那你就慢慢加慢慢加的時候 你會做到一個好像是越來越濃的 那樣的意思 你看一下,你先看這裡 開始的時候 其實或者是你沒有注意到什麼 其實這兩個小的聲音,這個女士的聲音 是我加下去的 那樣就是好像這個男人 不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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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當時你看到她第一次看,只是看到那些影子 那樣你不知道她看到什麼的 然後就看到她這個 然後我翻轉頭她再看 那一個看起來很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我會做她 把這個鏡子看的時候 我分兩部分來做 就是因為她這個是一個 key moment 所以說是愛情故事 就是她這個時候一看 你可以想像 她是大青組看到這個女士在那裡拍攝雀仔 是好像一個fairytale 這樣的一個vision來的 就是所以 就是突然間她會有一種 這個我覺得這個expression 就好像她有一個vision 可以突然間看到一個很優美的東西 然後才出來 然後才出來 然後就是我把她兩個的這樣交換的 這些action 就好像 好像一個dance 好像兩個在那裡跳舞 然後再翻轉頭 就是這個 這一幕就是可能 就是用一個close一點的 沒有那個roughcut的那麼鬆的 這個 這個是比較 也都是 可能是 也都是 回答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說 愛情故事怎樣 去做得好一點 或者在這裏 所以 回到這裏 說一說 所謂的 所謂的 那些 creative process 的guiding principle 這樣 是 是 是 我覺得呢 有做 就是做電影 剪接師呢 或者是做任何的一個creative 的工作的人呢 都是有些東西可以是跟所謂的技術是無關的 但是其實可以訓練自己的 我覺得 那我自己是做電影剪接呢 我覺得有三樣東西是很有益的 就是很有幫助的 第一件呢就是 音樂 音樂 就是 聽很多音樂 我覺得 剪接師應該是聽很多不同種的音樂 為什麼呢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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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你 是習慣了你的腦子 是有一個節奏感 很多時候 一會兒我會說 是一場戲裡面的音樂感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是訓練到自己有一個節奏感 為什麼有些人說 我不會跳舞 我沒有節奏感 那樣 可以訓練出來的 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我覺得 應該是聽多一些音樂的 第二呢 可能也是很明顯的 就是visual arts 就是視覺藝術 當然是去看多一些展覽 油畫 或者是雕塑 亦都是很重要 看多一些建築物 去看多一些建築物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電影 其實是什麼 就是一個身體 一個人的身體 在一個空間裡面 怎樣走來走去 所以那個人的身體 身體 和空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Eric Kramer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剪片的時候 他覺得 他不喜歡用那個close-up 他覺得這場戲 反而是那個wide shot 就是看到個人 和空間的關係 是更加是 expressive的 更加是可以表達到 那個人的那個時候的心理 所以這個是比較 是很有意思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是 是需要我們多點明白 人和空間的關係 第三樣東西 就是可能是 比較是厭惠一些的 就是 poetry 試過 為什麼我說poetry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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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們可以去看 就是讀又再讀 又再讀 為什麼呢 尤其是堂師 尤其是股師 就是因為我們所謂的剪接 剪接裡面有一件事叫做ellipse 我就不知道清楚中文怎麼說的 就是ellipse就是一種技術 一會兒我會舉例子的 同一場戲裡面 你是將 不是針對 但是你同一場戲幾個鏡頭 但是你不會真是很順地連下去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了 這樣就是一種叫做ellipse 這個ellipse就是三調了中間的一件事 其實你講的詩歌是什麼 就是我們來講五個字七個字 就是講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講到很多有種心態 或者是一個landscape的一個景 這樣他五個字就講了出來 那你剪接是什麼 剪接就是或者是幾十個小時的東西 是做到一個半兩個小時 就會講到一個故事出來 那就是其實是一種濃縮來的 所以我覺得是 如果是你對詩歌是多一些看 是會有幫助的 那好像我剛才說到這裡 就是覺得是有些可以再描述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說到 就是要很少很少的東西都要注重呢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需要說的 就是不要以為一件事是很簡單很小的東西 就不管 你無論是說愛情 或者是說心態 或者是說什麼都尤其是文氣 都是需要注重很少的姿勢 或者是很少的身體 或者是很小的面上的表現來構造 那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那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這一幕就是 就是我剛才說 剛才那位 我剛才說那個 拿了威尼斯大長的土耳其道鏈的 另外一部分 剛才我剛才說到他家裡 就是有一個低層一些的族人 這樣到他做了這個成人故事 年輕成人故事的時候 他中間有一段 就是這一位暴人 就是被車撞死了 這樣他那時候 就是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想回以前有一幕 這個暴人在那裡洗窗門的時候的事 那我給你們看看兩個不同的Cut 是很輕微的改變的 但是很重要的 先看那個Rough Cut 就是當然沒有對白的 你看那個Rough Cut 可以在這裡 那我可以看那個Rough Cut 是很輕微的 所以我可以看那個Rough Cut 所以我已經看那個Rough Cut 是很輕微的 對白的Cut 所以我可以看那個Rough Cu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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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副寫者,因為法國的系統就是有一個主席寫者 就算底下有很多寫者等等,都是主席寫者,由頭到尾看著 但在其他大型的商業系統裏面,可能是分開了 我覺得音樂在哪個地方放下去是十分之重要的 很幸運的,我和所謂合作的導演,我們的音樂感都是一樣的 不需要大鬧一場才是決定的 還有我剛剛在說的時候,我看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展示和背後怎樣配合,是誰是先,誰是後呢? 我可以說出來的就是我們每一個電影,我們都是先用一些導演的 就是先用一些,尤其是沃導演真的對於導演方面,他是用很多功夫的 他真的已經是,他對音樂是研究過很多 就是真的在家裡聽很多很多東西,然後才帶一些導演來的 我自己其實很多導演都是這樣 除了是,當然是Eric Brahma很出名的,就是他不喜歡用音樂的 所以他用音樂的時候是很少的,而且是需要在畫面上看到人在做音樂的 有一個危險就是你會習慣了那個音樂 那你習慣了那個音樂的時候,你就會真是 那個創作者來到創作音樂的時候,你會是 初初的時候可能是不接受的 另外一個說誰先誰後,很重要的說話就是 我一向都是,或者可能是Eric Brahma不喜歡音樂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先有了那個 一場戲裡面的節奏感 其實有一部分是需要強調的就是 每一場戲,每一個,就算是每一個鏡頭 都有一種自己的節奏感 就算你是一個人走路怎樣走快走慢 或者是你的對白說得怎樣說 你要注重這個 這一個鏡頭,或者是這場戲裡面自己的節奏感 那就很重要的是,尤其是有些新的 剪輯的剪接或者是導演 就是,我覺得是提熱,你們不要先加音樂 很多時候,我有時候看到一些 有時候收到一些Rough Card 做一些Web Shop,就是 來的Rough Card 就是,哇,很多音樂的裡面 已經是加了很多音樂 這樣對著的音樂去剪輯 其實是十分之不妥的 就是,你就失去了那個節奏感 你其實先將那個,一場戲的節奏感 是做好了之後,你先加了Guide Track 然後再調整一下 當然是會再整理一下 然後,那個Composer 也都是跟著 很多時候Composer 就是有時候已經是出名的Composer 他會,他會對你說 他不要聽那個Guide Track 他要只是先看那個 那場戲,他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這樣,他才會 有時候他完之後 他會參考一下 你的Guide Track 有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十分之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 但是,這個可能是比較 在故事片裡面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我所謂的Garbage Shot 其實有一點點重要 就是,很多時候的導演 會在一些,尤其是Creative Documentary 很多的鏡片是扔掉的 就是,覺得技術方面是不夠好 或者什麼不用了 其實,我很多時候是會用這些鏡片 好像剛才說 雖然不是Garbage Shot 但是,好像剛才說 去到拍的兩個影片 就是,《明月》什麼時候有那裡 其實,那個鏡片可能是 技術方面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我們覺得感情上是最完美的 所以,其實是注重 如果是,一部電影是技術方面 全部都是漂亮的 十分之完美的 但是,完全沒有感情 又沒有感覺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注重一場戲裡面的感情和感覺 我想,我們的時間 我們剩下15分鐘 不如我們看好不好 先做Q&A 我們看看Q&A的問題 然後,如果一陣子 或者是跟Q&A有關的 我還有一些影片的,我再放好嗎 有一個問題 是很多人都會問的 我自己也有 我的訊息裡面也有說的 就是,導演和剪接師 怎樣溝通 以及怎樣的關係是如何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也是十分之很幸運 我跟導演的關係 也是很好的 我覺得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有些導演是需要 跟你坐在一起,由頭到尾 這樣就是 但是,我自己 就是除了跟Eric Goma 由頭到尾 是坐在一起做事的 其實,其他的導演是不會這樣做的 其實,其他的導演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 我覺得,就是我需要 自己跟那個材料 是有一個時候來 跟那個材料溝通 就是要真的明白那個材料 那些Rushes 對我來說 給我的感覺是怎樣的 很多時候,就算是跟Eric Goma 因為他的方法 都是會給我先看那些Rushes 他會在旁邊 但是不出聲 就是會看我的反應是怎樣 現在的 現在的多數做的 如果是新澤導演 我多數是跟他們討論了之後 就自己做一版 然後我們再討論 然後再改 跟安導演 跟許導演 當然他是十分有經驗的 但是他都會 就是要留在一旁 等我幾場戲 就完成了 他會時不時來 然後我們討論 再做一些小的改變 然後又再這樣 所以都不會是 就是Eric Goma 之後我不會是跟一個導演 就是整個時候 坐在一起做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 強調的就是 這個不是說你怎樣選擇一個 最好的剪接 而是需要真的導演和剪接中間的 就是每一個自己的工作方式 每一個自己的工作方式 是要兩個是合得來的 就是如果我是跟那個導演 那個導演是需要天天在桌上的 而我是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就覺得他不需要跟我合作了 因為其實好的剪接有很多 所以未必一定要堅持這樣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想還不清楚的就是 就是有些朋友說 導演做完分鏡 是不是可以馬上跟芝芝斯討論 還有一些是 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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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導演 我現在十年都在做 在做Vanus Biennale的 Cinema College的剪接顧問 我們每一年就是 製作四部 micro budget的電影 所以其實我 這件事 已經在script stage的時候 已經是參與他們的workshop 所以你說分鏡之前之後 或者是storyboard之前之後 是沒有問題的 你自己想 當然 我們workshop的方面 很多參與者 會分鏡之前之後 就是剛剛分鏡 和storyboard 他們會寄給我的 他們會跟我一起討論 因為這個是有益的 問題是 如果真的製作中 很多時候 或者是預算的問題 未必一定是 你之前可以請到剪接師 或者是什麼 所以最好是 早點想 然後有一種溝通 然後看一下剪接師 肯不肯 有沒有這樣的時間 可以參與 也是好事 有些問題 就是問那個cut point 其實我也有說過 但是沒有特別的一個 影片可以說 所謂cut point 怎樣決定一個cut point 剛才我開頭的時候 我講了Eric Grommer 如果真的再研究他的電影 就會發覺他那些cut point 即是在哪裏cut 是很有想法的 這個也都回到導演和剪接的關係 我覺得我跟他合作 好像我剛才說 看Rushes的時候 看毛片的時候 他會任我看 然後剪接的時候 也會有看 但是我們會不約而同的 到了某個點 我們兩個一起說 Here 所以我說為什麼 節奏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會不約而同的 在那一點 我覺得是需要剪接的 我覺得這個節奏感 也是不學得出來的 就是是一種訓練來的 而且我覺得你是需要 好像我剛才說 把毛片看到底的 或者會看到幾格之後 會有一個更加有趣的表情 你或者需要把他拉到那個表情之後 但是拉到那個表情之後 就不要再拉了 就是拉到那個表情之後 就在那裏cut 我覺得cut point 你如果是做得 叫做 空一點 就是狠心一點 是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狠心一點 就是 就是好像我剛才說的 是一種驚訝的 就是人 就是最好就是 觀眾未必一定是 期望你在那裏cut 那你就在那裏cut 但是對於節奏來說 都是有幫助的 譬如或者說到這裡 是需要加一句的 就是好像剛才說 有一些比較節奏 是慢一些的氣 你如果馬上切去另外一場氣 你如果馬上切去另外一場氣 我們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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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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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是会有用的 好,今天谢谢Mary和我们做一个很详细的分享 今天我们的课堂工作就差不多了 明天我们就还有一些公开的课堂 大家到时再参与了,拜拜 拜拜,谢谢